舒適 對 舒適 他的師父是舒適 然後呢 這首歌是在說 剛剛有說過茶餅上面都會印 鳳凰雲飛的鼓騰 然後這首詩詞之後 是把它拆開了之後 他覺得很惆悵 很孤悶 所以他覺得很 他想要把它開始煮的時候 當他聽到茶葉跟 他那個茶湯混在一起的那種聲音 彷彿就像風吹過鬆 棕樹林的那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 茶味開始出來了 茶香開始出來了 然後他就彷彿看見 燈下好像 欸現在鬼月已經過了 燈下故人萬象老朋友回來 這首詩詞的意境就像一首詩 大家應該知道 莫然回首 那人卻在 等我來將一處 對 這首詩也是很有名的 北宋興契集的詩詞 然後接下來 他覺得這種感覺 只能意會 不能言傳 所以他原本 惆悵的心情 又得到我充實 這就是這首詩詞大概的意思 謝謝 好棒喔 來我們這邊 除了有好的音樂 可以聽 還有呢 詩詞朗誌 是不是跟一般過中秋佳節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營造不一樣的氛圍 感覺好好利用這個場地 那既然剛剛我們有聽詩了 那我們是不是想要跟 是不是大家準備好 我們跟大家營詩作對一下 還是你們只想要作對 營詩可以嗎 不然喔 我們來一個 陳語接龍好不好 陳語接龍比較簡單 好不好 接著下去的 我們也是這些口罩 看能夠送到什麼時候 送到什麼時候